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有的这个社群软体上也是一样照开发服务 而且一开发都是上百万的台币 所以现在还能谈民调啊 还能谈这个票数呢 好吧 就剩这么些微的时间 然而我们现在所看到啊 这三档的距离呢 大概都拉开的大概是百万到一百多万左右 或者是数十万到百来万左右 这种情况呢好像一直没有办法做很明显的突破 尤其是在11月23号蓝白正式不合以后 这个局面呢只能说有些伸缩有些上下浮动 可是呢基本上三档的排名呢没有做太大变化 您认为在这个选举的最后关头里面 割喉之战 我们俩还有什么骑兵策略 或者是突袭战或者是伏击战 能够战胜民进党呢 郭总 郭教授其实骑兵也好突袭也好 现在这个时间都有限 而且呢现在似乎呢赖清德采取这种做法 任何对他不利的信息 他基本上采取一种软处理 不回应啊 比如说您多次和其他的这个评论员 多次披露他是国民党的卧底 早年是国民党的特工 这个问题他就不做回应 然后呢国民党呢也基于自己本身过去的那段 所谓的啊那段历史不光彩的历史呢 也没有加以这个穷追猛党 所以这个事就过去了 那么啊 包括赖皮疗的问题 所谓这个啊 这个浅建啊 这个矿工工僚浅建的这个事情 那么国民党呢 穷追猛党 但是呢 似乎没有打到这个点子上啊 过去欧教授您的分析是我非常同意的 这个问题的性质在哪里呢 这个性问题的性质在于啊 就是一是扩建这样一个工僚的 这样一个工程是在 啊 这个赖金德当选为立法委员的任上才这么做的 跟当年的矿工的这个居住的近况 跟当年他的父辈在矿工的那段 艰辛的生活历史 没有半毛钱关系 第三 扩建以后的这样一个情况呢 应该让大家可以看一看 其实国民党呢 如果说啊 那个地方比较偏僻啊 要去的人又不不方便 交通不方便 不能够大家都去 虽然有的人比较过瘾啊 到那去打卡去拍照等等的 可以国民党这个很多人嘛 把他这个3D回员一下 在网络上大家公开 然后在大街上把他摆出来 让大家看一看 这样一个所谓的公僚 究竟是怎么回事 给他算一笔账 这些年来因为这样的一个浅见 而导致这个赖琴的本身的获益 或者说让那些没有上无片瓦的年轻人 包括其他的一些 他不是老实来说 那些矿工们的心酸吧 拉他们来作为这个矿工来博的那些同情嘛 好 让我们去找10个矿工 20个矿工说 你的公僚现在如何呀 让他们来说说 让他们来讲一讲 他的公僚现在如何等等 所以呢 这个事情呢 公民党当然也还要打 还要去穷追 但应该说 已经让赖琴德呢 有一个机会啊 当然现在说一个搞什么信托 信托这个事情 就好像就过去了 当然不是 我觉得从法律的角度来讲 这件事情浅见就是浅见 信托不是逃避法律 这个违法的这样一个承担后果的一个借口 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应该还可以做 另外一个就关键的问题是 剩下的可能真正能够让公众来看三党的 了解三个候选人的这样一个最后的机会 就是电视辩论 三艘的三位候选人的电视辩论会了 这样一个电视辩论会 包括副领导人的这个辩论会呢 应该是可以啊 让最后让公众做一个下一个决心 特别是那些还没有决定要投给谁的那样一些人 这个时候 这篇演讲词就可以 可能可以改变 结果 我们知道历史上有很多著名的演讲 就是因为一篇演讲 就可以改变人们的态度 改变人们的选择 所以呢 这篇演讲真的要非常 我照常看我一点都不担心 侯友宜的演讲词 由谁来操作 我这里要推荐一个人 那就是欧哲授 您给侯友宜去撰写 这篇演讲词 欧哲授 好我们现在看到了 柯文哲那边呢 也出现了巨大的异案 他在新竹市呢 竟然买了一块农地 而且农地呢 他没有变更 就直接变成是停车场 所以我们看到了这种情况 非常的诡异 而且呢 他被查出来以后 他又说谎 他说他是跟许多学弟们合买 然后呢 只不过是那个本来呢 上面就有水泥地 所以就让大家听 结果大家发现了 情况又不是这样 怎么可能农地上面会有水泥的整地呢 农地就是农地嘛 而且他根本不是跟学弟 现在是跟一群学妹 那么这样的情况 根本就是拿农地来转换练财 因为新竹市很小 很多地方呢 是没有地方可以停车的 他们呢 等于是集资买了块币 然后来发财 因为农地比较便宜嘛 用农地直接把它变更 哪晓得啊 现在整个都被翻出来了 所以是不是国民党啊 也应该从这个地方猛攻呢 他这个情况 跟赖清德的赖皮疗 不是有一举同工之妙吗 郭总 我认为关键是赖皮疗 我还是认为应该打赖皮疗 现在赖清德的这样一个表现 先是一哭再哭 三哭五哭 最后再采取这样一种做法 是完全一种无赖 是一种无赖 这是漠视民意 是蔑视法律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事情 国民党应该拿出更大的力气 来讲这个事情 对于一个准备要做领导人 想要争大胃的一个人 他的任何事情都应该放在 显微镜上来看 这是一点都不过分的 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当然他的影响不会太大 因为没有权力决定别人的命运 他的这样一个人 在过去立法委 当了立法委员以后 仍然在把他的公僚 把他豪华化 这样一种做法 当你作为一个立法委员 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当你手握了全台湾的最大的权力的时候 你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 你会把所有的这样一个 你手上的这样一些 可以运用的资源 你如何会把它变现 成为为你个人来服务 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不说吐 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不穷追猛打 我觉得在前两天的赵氏会上 马英九仍然在赵氏会上 仍然在对赖皮 要进行穷追猛打 这是对的 一定在这个问题上 不是别人 就是赖清德 赖清德的 准备要当大卫的人 在这个问题上 一定要对逼他出来 向台湾的民众做出交代 不是说你一个所谓信托 然后就可以把这事情 当做没事发生了 信托不是违法逃避法律责任的 一个法宝 欧教授 是啊 因为台湾这些土地可多了 他们过去整个新潮流 到处在使用这些土地来大发集财 光是台湾的国防部 或者是退附会 再加上这个教育部 还有经济部 财政部等等 都有大量的土地 再加上台湾公司 这些大量的土地啊 随便如果按照赖清德同一个逻辑的话 那么呢 透过他们新潮流的相关的组织里面的每一个人 每一个来做一个洗牌或洗地 或者是这个叫做无鬼搬运的话 那么每一个人搞个几公顷 未来啊 他如果被他选上 在头一个四年里面呢 他们可以转手所赚的钱 那就是数百亿 甚至数千亿台币了 如果这个事情不能够根除 他也没有办法被大家神之依法的话 恐怕这个事情在日后只会扩大 不会揭晓 欧总您说 欧总您看啊 我再举个例子 不久前呢 日本的执政的自民党发生一场风暴 风暴的起因就是国民党 这个自民党就是岸田团队的要员 因为有一笔所谓不当的这个受贿 就是剪彩啊 给个红包啊等等这些加起来 加起来的 我看到媒体报道的数字 其实不是很大 当然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性质是恶劣的 金融不是很大 可能加起来 可能就是一两百万的港币 我不知道这个 这个只和台币也不是很多 台币也大概就剩在八百万以下 就是这样的一个数字 那你想想 这样就引起了日本政堂的一场风暴 这个岸田为雄 因此要改组整个的这个团队 甚至他本身面临岸田本身那个 垮台的这样一个危机 他现在还在做这种危机的处理 好几个人都被他因为这个案件 被倒下来了 那么为什么台湾的民众 台湾的这国民党的一个选举的时候 为什么不把这个拿出来做比较 一个政治人物的要求 他的道德要求和一个普通人的道德要求 不一样 何况一个要竞选大位的人 你过去有权力的时候 你可以这么做 无法无天这么做 这件事情可以看到 一旦你大权在握的时候 你将如何来把自己的这样一个权力放到最大 民进党不是天天跟日本人很熟悉吗 日本人打交道吧 就拿这个来做例子 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是在最后的选举里面 应该国民党应该是作为一个主打的主轴 至于过去欧教授您讲的 隶属竞选以来发生的 包括民党风暴 搞下去的那些桃花榜的这些 给他拍一拍 包括那些所谓贾伦文 包括那些贪腐等等 都给他拍一拍 然后呢 包括在重大的这个所谓的鸡蛋案件 抗议事件的这样一些事情 包括绿色能源的这样一个问题等等 那可多了 庆竹难输啊 难输也要输 这就是最后的机会 是 郭总编已经帮我们给江山指点好了 但愿国民党啊 能够把郭总编这番话给吸收进去 谢谢郭总编 谢谢 谢谢 谢谢梁吴教授